11月22号的下午 一名男子神色匆忙地来到了龙游 东华派出所报警 说自己和妻子吵了几句 结果妻子就离家出走了 可能有轻生的念头 民警立马会同女子的家人四处搜寻 我应该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为什么我活成这个样子 我也努力地活着 可以可以 没事的没事 你怎么不甘心的等一下你跟我说 没有这种事情的 每个人活着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正如民警所说的 每一个生命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生活当中也许会有不如意 有挫折 但是我们都不应该放弃 风雨终会过去 阳光终会到来